在村里总能闻到一股很香的气味 孙伯 发生什么事了 青叔 你可算回来了 咱们都快断粮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先冷静下来 把来弄去脉告诉我好吗 这两天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燕归谷的腰味跟疯了似的 闯进结界不说 还打上了很多人 听说附近还有凶兽 行商更不敢来了 大家都买不到粮食 天师门的人呢 他们不是应该维护结界吗 别提了 他们人手都不够 还得到处去修补结界 搞得村里的结界实灵实不灵 根本指望不上 那这过惯了依赖天师门的日子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听说其他村镇 都有先蒙派人保护 怎么我们村子没有啊 你们放心 村子由我们明树门保护 太好了 前几日 我们村里有一辆运粮的马车 在燕归谷被妖怪袭击 口粮都丢弃在那边 我们也不敢去找 不知道这能不能麻烦二位 帮我们把粮食给拿回来 没问题 那就拜托你们了 师弟 怎么了 师姐 你刚才说我们明树门 我说错了吗 你刚才说我们明树门 没有 快走吧 武灵映像诀 这下村里的人应该可以放下信了 咱们这就回去告诉孙伯他们吧 好 哎呀 怎么又是姐姐 不用点炭 孙伯 那妖怪已经被我们除去了 真的 小青叔不愧是明术门弟子 若是再有妖物行凶 可到我们明术门求助 好 好 那以后就仰仗你们了 孙伯 还有什么忙需要帮忙 放心放心 有怡恒道长在呢 虽说现在天师门不怎么管我们 不过他还是替大家忙前忙后 我们心里啊都可感激了 现在又去帮忙修补村外的结界了 五年没见他了 人还是这么好啊 不过也齐了啊 他这次回来却没穿天师门的道袍 问他是不是离开天师门了 又说没有 遗恒 孟章罔顾保护一方的职责 而一个离开了门派的弟子 却担负起了责任 遗恒自称天师门弟子 可见他心中依然以天师门为荣 力图保护天师门的名声 可惜 他似乎正在修复结界 我们去看看是否有能帮得上的地方 好 养鸡都不好眼了 月姐姐 我有点 哎呀 怎么用 你 道友 可需要帮忙 太好了 是你们 我这里尚能支撑 但是有几个妖物 往另一边的结界去了 我施法生在解药关头 不能离开 只能靠你们了 好 我们继续赶路吧 不二姑息 多谢相助 怎么只有道友一人在修复结界 师兄弟们 奔波于人间各个受天师门庇护的地方 尽力修补各处结界 人手实在不足 情势惨淡 虽知我一人 也要尽心免补之力 当有高义 可只是在赎罪罢了 赎罪 哎 你等等 我想起来了 你救过我的呀 在我被袭击的时候 你帮过我 或许吧 我也记不清了 不多说了 我还要再去巡视一遍燕归谷 确认结界无恙 呼吸 爷爷 哎呀 庆叔 你们终于回来了 放心吧 爷爷 我们一切都好 爷爷 名树门最近还好吧 啊 我这儿一切都好 就是听说 原本消停不少的凶兽 忽然又活烦起来 连许多地方的妖怪 都比往日凶残了 那帮黄皮子 也不知道故弄什么玄虚 只剩几个弟子管结界 别的哪儿还顾得上啊 前些日子 一支商队在附近 遇到了特别厉害的妖怪 还吓得把货物全丢下逃命 现在村子里人心惶惶 都乱成一锅皱了 孟章还没有回天使门吗 没呢 到现在还不知所踪 不过上次你们走后 执名和尖兵长老就找上了门 急着要见修武 他们知道修武没事 这个就不清楚了 那时日你们刚刚去了东海 我就说不知道你们的踪迹 只有执名长老和尖兵长老 没有灵光长老 怎么了 有蹊跷 灵光长老是孟章的亲信 平日也是由他负责 各门派间的联络 难道他们并未参与到 孟章的阴谋中 不好说 虚虚实实 必须去天使门探过才知 你们才刚回来就要去天使门 万一是敌阵 放心吧 爷爷 我和修武会见机行事的 嗯 好 我